苹果之星唐志平强国看劲,耍大牌肌肉时丛林生存法则 好一阵子没在公开场合看到唐志平,40岁的他和过去很不一样,阳光大男孩气息不见了,脸型瘦削,身材更精实 他笑说,其实我从来都不是什么阳光男孩,那是以前经纪公司给我的形象,比较多人喜欢 唐志平形容自己像是疯一般的男子,无论到哪都能悠游自在,是因良好,其实背后也有不为人知的心酸 他爸爸是泰国华侨,妈妈是台湾人,拿的是泰国护照,他虽在泰国出生,却先后在台湾广州生活,颠沛流离的日子也造就了他不得不随风落地生根的性格 我从小就没有归属感,不会不开心,但走到哪好像都不是我的家 他说,我说中文,把台湾当我的家,但我却没有台湾身份,回到泰国,不会讲泰文,到了内地也是得拿工作签证 他小学曾在广州念三年书,和同学干架时,曾经被用广东话骂,死泰国子,他云淡风轻,笑说 我当然会生气,其实泰国人不管在台湾还是在内地就是被当成东南亚人,死等人,有很严重的歧视 他看着远方,好像在说别人的故事 景七和泰国人练泰拳竟然是让他觉得最有归属感的事情 藏志平小时候是以一亲方式和妈妈在台湾生活,成年后就以工作签证取得居留 但近几年他往来中国工作,在台湾没有收入,工作签证办不下来,有整整四年没法回台湾 妈妈的飞到中国去看他 他很喜欢中国拍戏的环境,却无法融入拍戏以外的喝酒应酬,马屁文化,一度让他很不开心 他说台湾演员的特色就是好配合,脾气好,只想八面玲珑当好人,但夜长被欺负 有部戏他好不容易挑大梁当男一,竟然被嫌弃脾气好,男二还叫他说 你不操他妈,他们还不把你当爹呢?听起来粗俗,却是剧组血淋淋的生存之道 藏志平近几年在中国拍戏,也看见了什么叫做耍大牌,他说 有的人会现场自己改剧本,有的人会自己删掉别人的戏,还有人根本自己带编剧到现场 那就像一个丛林都是肉食动物,我也学到很多生存法则,很好玩啊 个性直率感言的唐志平凡而喜欢这样的生态,有话直说,不需要遮遮掩掩 其实22岁那年,他听说因为性别平等法修改,由父系血统主义,改为父母双系血统主义 只要父母其中一人是台湾身份,子女便可依法规划,无料仔细一查,要民国69年后出生的人才可依法办理,他是六七年出生,只差二年,也只能叹气 这几年他知道有所谓的规划,他才发现自己长达17年在台湾的居留记录,因为他在中国工作了二年而中断了,一切就要重新再来 2014年,回到台湾重新开始自己的居留资格,必须再计算五年,怎么也没想到,从小在台湾长大的他,成为台湾人竟然这么难 今年他签给了名是凤凤亦能,希望在台湾能有稳定的工作,好能固定反台探望五亲,否则有家归不得 只是让妈妈穷担心,以前只想当演员,如果有一天我有机会成功,希望能有力量改变这世界的偏见 我不喜欢其事,这是我人生的之夜